下大雪时要小心 外面太冷 你快点进来吧 不输强尼 你刚才应该叫我队长啊 我的天哪 天气预报说雪会下一天 这是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雪 太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尽情地打雪仗玩了 海力 下雪天会比平时更容易发生各种事故的 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确保随叫随到 你不会是不知道这些吧 这我当然知道了 你确定你真的知道吗 发现不明生物 前方有巨大的海象出现 真的吗 在哪儿 有北极熊进过 给我也看一看吧 这次是地气额 这次是比特 查尔斯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星空投影机 可以照出很多的星星 漂亮吧 哇 真是太漂亮了 这是在南极能看到的 据说在南极 不仅能看到星星 还能看到极光 以后我们三个一起去南极看看吧 好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出口被堵住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黑漆漆的 别撞 我们三个好像被困在这里面了 快来人啊 救救我们吧 真的是太感谢了 多亏你们救了我 斯普奇 下雪天时 路面很容易急兵打滑 以后你开车速度一定要慢一点 记住 安全第一 我记住了 什么事 小绝 有紧急情况 几个孩子说去苹果街玩 可到现在都还没回家 请大家立即赶去救援 知道了 这可是剩下的 最后一个巧克力帮了 这也动得太硬了吧 我们也会被动硬的吧 几百年以后才会被发现 就像恐龙一样 哥 我们完蛋了 孩子们 孩子们 师兄 园队 我们在这里呢 彼特 抢你 查尔西 孩子们 听到了快回答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呢 彼特 抢你 看起来他们听不见我们的喊叫声 那可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 这里 这里 我们在这里呢 孩子们 那是 找到了 孩子们 你们往后退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罗姨 还好 你们都平安无事 谢谢你们 在下大雪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些注意事项 冬天时要通过电视或者广播提前确认天气情况 在下大雪的天气应该尽量避免外出 如果有事情需要外出时 要戴上手套 围巾 耳罩等 还要穿上保暖靴 出门之前 要告诉家人会去哪里 大概什么时间回来 如果遇到事故或者无法动弹时 要想尽一切办法发出信号 请求援助 还有 为了维持体温 要适当地活动一下身体 耐心地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嗯 知道了 我们一定会记住 孩子们 我们一起打雪仗玩吧 现在雪已经停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打雪仗 真的 他们没办法 接招 雪天的路面安全 好漂亮 大人 哇 哎哩 哼 你在做什么 啊 哇 那是什么 我要造一座城堡 真的吗 嗯 完工 哇 太棒了 真的就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还有呢 哦 哥哥 你在做什么 我要做一个雪人 超大型的 真的吗 我也要来 我说各位 都过来看看这个 海莉也没事吧 小心点海莉 今天这路滑得像流冰场 我想给你们看看这个 这是小娟的最新发明 吸血器 用这个在雪地里吸 等吸满以后 怎么这会儿就不能用了 海莉 你就别费劲了 还是让小娟去弄吧 完工 太好了 大空告场了 这样就漂亮了 大雪人 真漂亮 舒SUSI 时间不早了 回家了 这么早 不回 我肚子饿了 哪 我们的雪人怎么办 留在这呗 不行 它自己一个人留在这 多孤单 而且等天黑了 它会觉得害怕的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家去 什么 你要怎么把他带回家 那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我要留在这陪着他 随便你了 我的雪人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是啊 现在我们去公园看看吧 那我们就一起去公园吧 好的 哥哥 今天我想和雪人一起睡 你把它放到家里 它就融化了 是吗 手好冷啊 走吧 我来了 苏西 你没事吧 好疼 糟了 我停不下来了 好疼 危险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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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没事 我就放心了 刚才差一点就出事了 凯文 苏西 下雪的时候 道路非常滑 车辆和行人都容易出事过 尤其是在有积雪的路面 汽车无法立刻停下 所以你们更要多加小心 要么就让车辆先通过 要么就确定车停稳以后再过马路 还有把手插在口袋里很容易摔伤 最好的办法是戴手套 另外雪天要穿鲜艳的衣服 不要穿白色衣服 这样才容易辨识 知道了 彭丽 各位 哦 看 哇 雪人 啊 啊 哈哈 我的大雪人现在有好多朋友了 哈哈 这样他就不会再觉得孤单了 哈哈 是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不可以打恶作剧电话 再见 祝你们今天开心 啊 斯库比 怎么了 你的下巴上粘了什么东西 不会是鸟臭臭吧 什么 真的吗 好扯啊 斯库比 你怎么带着臭臭到处跑啊 怎么会 怎么办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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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玩了 你玩的 哈哈哈哈 斯库比 今天是愚人节 哈哈哈哈 小心小猪猪 斯库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帮帮我们 迷你变成小不点了 什么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天姐姐快帮帮我吧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 被骗了吧 今天是愚人节哦 什么 愚人节 他来了 啊 比特 瞧你 你们不会是在学习呢吧 是啊 这还要问吗 新帝 今天不是要搞事吗 什么 真的吗 今天要进行课堂小测验的 你还不知道啊 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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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对不起 哈哈哈哈哈 愚人节真是太有趣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去变变谁 好呢 接下来呢 哈哈哈 老李 你们找我有事吗 广场上的垃圾桶全都倒了 什么 垃圾被弄得到处都是呢 你说什么 那还不算什么 垃圾被冲压来压去 简直乱冲一腿 怎么会这样 不要啊 不要啊 你什么 又去妖美取消了 真的吗 人太多的像小山似的吗 新出的超级球正在免费发放中 麦克斯一边走路一边犯困 不小心掉进水坑里了 他们急急忙忙从水坑里爬上来 结果一头砖在树上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那个 其实是这么回事 麦克斯被卡在石头坑里了 又被石头卡住了吗 哎呦 他在哪呢 成功 小镇的人都被我们骗了吧 不是 还有没被骗的 什么 码头起火了吗 是的 而且火势越来越大了 请快点过来吧 别担心孩子们 罗伊 小镇的人都被我们给骗了 小镇真的起火了 怎么办啊 这下糟糕了 你好 我是救援中心的小镇 大事不好了 彼得先生的工地起火了 彼得 你刚才不是说 码头起火的吗 嗯 那个其实我骗你的 什么 你们两个 你们知道恶作剧电话是不对的吗 对不起 可是这次是真的 好 请相信我们吧 啊 啊 真的起火了 罗伊 码头起火的报警是恶作剧 现在 工地那边是真的起火了 请你马上过去看看 好的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哎 我来回忆 对不起 我不敢说谎 罗罗伊 我们知道错了 孩子们 不管有什么理由 绝对不可以打恶作剧电话的 打恶作剧电话是犯法的 会依法受到相应的惩罚 如果你们打了恶作剧电话 消防车会被派到 并没有发生事故的地方 当真的活在现场 需要救援的时候 消防车要么去不了 或者去晚了 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稍有不慎 甚至还会危及人的生命的 所以 姐姐才会那么生气的 我以后再也不打恶作剧电话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说谎了 嗯 好的 彼得 强尼 你们两个家伙 啊 你们两个 不用了 怎么办 飞公主 你們两个 你们两个 我们站住 我们站住 伙大风... 只要小心 这里还真适合放风筝啊 强尼 你是怎么让风筝飞得那么高的呢 我跟你们说 你们放的风筝算什么呀 看好了 看我的超级飞鹰可以飞多高 怎么样 很酷吧 彼特 你的风筝好像有问题 不要啊 我的超级飞鹰 彼特 你光顾着把它做好看吗 没错彼特 掌握不好平衡 风筝很难飞起来的 彼特 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制作风筝 你们几个就等着瞧吧 这个也不行 有没有像石头一样结实 又像弓一样弯曲自如的东西呢 我想到了 咦 怎么不见了呢 老婆 你看见我的鱼竿了吗 果然鱼竿是最适合的材料了 这下子大功告成了 我的超级风暴 伙伙伙伴们 出大事了 正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超强台风 可能会影响布鲁姆斯小镇 请大家做好巡查 保障小镇的安全 知道了 小镇 就连天气都这么配合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起飞吧 超级风暴 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我的超级风暴 不要啊 不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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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召集风暴 港口巡查过了 接下来去小镇看看吧 那不是风筝吗 谁在这种天气放风筝呢 还差一点 再过了一点 收回来了 危险 比特 没事吧 我没什么事 我们先躲避到安全的地方吧 嗯 比特 刚才差一点就要出大事了 谢谢你救了我 像今天这种大风天气 外出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被掉落的广告牌或青岛的大树砸到 还可能会被乱飞的东西砸伤的 所以当发布大风预警时 要尽量避免外出 如果刚好在户外遇到大风 可以就近躲进安全的建筑物里避风 刮大风时户外的电线杆 路灯和信号灯可能会漏电 所以千万不要触碰 记住了吗 比特 以后再刮大风的时候 我不会再随便外出了 好的 比特 今天又是抢你的风筝飞得最高 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跟你们说 起飞吧 超级风暴 比特 你的风筝飞得好高呀 看来这次人是掌握好平衡了 我的超级风暴可是天下无敌 台风天都不怕 好厉害呀 回来呀 我的超级风暴 怎样过马路才安全 凯温 凯温 快点了 我们都晚了 怎么样 这是我独门秘制的恐龙 不错吧 什么不错呀 跟你长得一样难看 那你准备了什么 有本事拿出来看看 看就快 你这个破恐龙怎么能和我的宝贝比呢 破恐龙 真不错 给我吧 给我吧 不行 这可是我送给珍妮的生日礼物 还是给我吧 珍妮她不会喜欢黑乎乎的大甲虫的 谁说的 总秘你的怪物大恐龙墙吧 你说什么 就是你 那我们去问问珍妮 看她到底喜欢哪个 好啊 那我先走一步了 你 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让开小鬼们 胡伯爷爷来了 都给我让开 我是宋货郎 宋货忙不停 静光静光 不要挡道 我这还忙着呢 你忙过过什么事啊 什么 你快点 别挡道 好 加油走路 早干嘛去啦 哈哈哈哈 差点撞上 太悬啦 胡伯 您的车越过停止线啦 Poly 要是正好有小朋友过马路 那多危险啊 对不起Poly 刚才我有点急 特别是快到人行横道时 一定要减速哦 这回我记住啦 绿灯啦 先走了Poly 胡伯 胡伯真让人不放心 别挡道 你推我啦 过了马路就是珍妮的家啦 干嘛 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过分 没看你有红灯了 什么 你是怕输给我找借口吧 你说什么 明明我在你前面 我刚才都已经追上你了 还不服 胡说 那好 我们再比一次 怎么样 走吧 这次我一定能赢你 那个波斯提总挡着我 害得我都耽误到转时间 波斯提 这次我非超过你不可 这回可真要出事啦 预备 起 hesion 破灵 伯伯 您怎么又没有减速呢 你们两个没事吧 凯文 多骑 就算是人行道 突然这么跑过来 也是很危险的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绿灯了才过去的呀 真的是绿灯 绿灯一亮就马上过人行道 这也是很危险的行为 因为有些车车速太快 根本停不下来 或者是没有看到人灯 那要怎么过人行横道 才是安全的呢 总不能长翅膀飞过去吧 别担心 只要记住这三点 养成习惯 就可以安全地通过人行横道了 哪三点呢 第一 过马路时 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都要先在路边停一下 私下张望一下 因为会有一些车 不遵守红灯停车的交通规则 第二 通过前 要看清楚 是否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 要和司机有目光接触 确保你通过时不会有车启动 第三 通过马路时 眼不离车 一定要确保你看见了车 司机也看见了你 这回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们要记住 过马路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安全 而不是速度 都知道了吗 知道了 破莉 生日快乐 珍妮 谢谢 珍妮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喜欢哪个 恐龙更好 恐龙 还是大甲虫好 旋甲虫旋甲虫 这都是什么呀 你喜欢哪个 珍妮 两个都讨厌 在厨房时要小心 那我出门咯 早点回来回来 老婆 路上小心哪 拜拜 你们好像巴不得 我不在家的样子 妈妈不在家时 你们要怎么做呢 按时完成作业 不乱丢玩具 让孩子们按时吃饭 不要随便没点吃的 对付他们哦 别担心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晚饭想吃什么 尽管跟爸爸说吧 爸爸超级棒 完成了 小军 小军那是什么呀 这叫三部报警器 三部报警器 我头一次听说 那当然了 我才刚发明出来嘛 当小朋友们 靠近儿童远离区时 这个报警器就会响起来 儿童远离区 嗯 儿童远离区是指 像厨房的燃气灶 客厅的壁炉等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这些地方周边一米以内 禁止小朋友靠近 原来如此的 这个怎么响了呢 这还用问 因为有小朋友靠近 就响了呀 我才不是小朋友呢 并不是只有个头大 就是大人哦 爸爸过来吧 爸爸好厉害啊 啊 好啦 爸底 没门 没门 别门 爸爸对着 对着 我 哦 是妈妈 老婆 当然啦 都很好啊 比特 当然是在这支写作业了 露西 也在乖乖地整理玩具呢 晚饭啊 不用担心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请记得安装好 三部报警器哦 谢谢你罗姨 我们会的 再见罗姨 接下来该去 比特家了 现在把洋葱切成细丝 爸爸要这样这样切 爸爸爸爸 我也要试一下 不行 刀子太危险了 好了 好辣眼睛啊 谁要尝试撒点盐呢 我来吧 我来撒胡椒粉 啊 臭 啊 臭 啊 臭 我喝啊 肯定很好吃 马上就好了 哎呀 不会又是妈妈吧 孩子们 稍等一下啊 哥哥 喂 我饿了 你好 我饿了 老婆 有什么事吗 我饿了 你怎么饿饼锅 肉饼锅糊掉了 哥哥 你在干嘛呢 肉饼锅糊掉了 得赶紧翻一下 啊 好烫啊 哦 再翻一下 这个就 好了 哥哥 哥哥 哥哥哥 干嘛啊 鲁锡 吵死人了 我 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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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孩子们 哦 彼特家怎么冒冤了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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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爸爸的手 好的 啊 叔叔 孩子们 大家先躲到外面去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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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啊 谢谢你 罗姨 多亏了你 我们才没事的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危险 请一定要记好安全守则 做菜时 请千万不要开着火就离开去做别的事情 因为火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炉灶附近 请不要摆放下毛巾或纸等易燃物品 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火是蔓延的 另外请不要让小朋友和宠物靠近炉灶和滚烫的食物 它们很容易因为不小心而闯祸 而且因为它们不懂得及时躲开 很容易受重伤的 啊 原来如此 你们在干嘛呢 老婆 你说晚饭做好了我急忙赶了回来 怎么都站在外面呢 呃 哦 老婆 那个晚饭是这样的 我跟孩子们决定我们出去吃晚饭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晚饭我们出去吃喽 出去吃 哇 出去吃饭喽 出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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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卡住喉咙了 你好威乐先生 你好特瑞奇 哦 是汤米啊 你来得正好 快尝尝这些山梅吧 是特瑞奇刚送来的 可新鲜了 威乐先生 哦 哦 左座喘过气了 嗯 还好有惊无险啊 嗯嗯 嗯嗯 陆欣 看好了 嗯 很厉害吧 哇 我也要试试看 哈 哦 哦 要像我这样 哦 哦 哦 嘿嘿 我也可以做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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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 哦 哥哥 你怎么能全都吃光呢 露西 给我吃一块小蛤蜊 刚才是我的不对 你就给我一块嘛 不给 我才不给你吃呢 就给我吃一块嘛 求求你了 哦 你只能吃一块哦 嘿嘿嘿嘿嘿 嗯 谢谢你了 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把小蛤蜊一块给我 哦 哇 转过气了 露西 要不这个给你吃吧 我才不要吃呢 宝贝们 来吃披萨吧 好 啊 哦 哥哥 拿我两块一起吃的 太过分了 那你也一次吃两块 不就好了 嗯 好 最后一块披萨是我的了 我讨厌哥哥 又欣 怎么了 哥哥他把我的披萨全都给强弄吃掉了 李特 其实是这样的 露西好吃吗 好吃 妈妈我也很想吃冰激凌啊 不给吃 谁叫你总是跟露西抢吃的 免费送糖果了 新店开业免费送糖果了 真好吃 请给我一颗 我也有 好的好的 给你 有糖果吃 真是没准 给 开心的吃吧 谢谢您了 也请给我一颗糖吧 我也要 怎么办 我这里只剩下最后一颗糖了 最后一颗 最后一颗 这颗糖是我的了 哥哥 比特 露西 你接住哥哥 出什么事了 哥哥 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了 对不起 露西 这次也被我吃掉了 哥哥哥 抓到你了 哥哥 比特 比特 怎么了 比特 可能是被糖果卡住喉咙了 糟糕 忍耐一下 比特 没事吧 没事了 谢谢你了 还好没什么大碍 比特 谢谢你 恩巴 还好当时我就在你们附近 不然可就要出大事了 以后我一定会小心的 比特 食物卡住喉咙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呼吸受阻 就会出大事的 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趴着吃或者躺着吃 要采取正确的姿势 好好地坐着吃 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到处走动 嘴里有食物的时候不要说话 因为一旦食物卡住喉咙是很危险的 万一食物卡住喉咙 导致无法呼吸时 一定要尽快告知周围的人 并寻求帮助 照我说的做就能避免发生事故 知道了吗 嗯 一定照你说的做 我也是 好吃的糖果 糖果 露西 给我吃一颗糖吧 行不行 嘿 安爸不是收货吗 不能边走边吃东西的 这么快就忘了吗 那回到家你会给我吗 我才不给你呢 露西 你就给我吃一颗糖吧 嗯 就给我一颗嘛 小车安全 我要的东西小车还没做好 孩子们马上就要出来了 开花火多气出来了 你好 司库米 等半天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孩子们 不要再处理打工 快做好 不要闹了 哇 完工了 终于做好了 又弄什么新玩意儿了 小娟 是斯顾比让我做的上下车保护器 你看 上下车保护器 就是孩子们上下车的时候起保护作用的装置 对了 现在几点了 得快点把他交给斯顾比了 让我来交给他吧 正好我要去巡逻 有劳了 帕里 斯顾比一定会爱死他的 有这么好 那还用说 哇 好凉快啊 再开快一点 斯顾比 快回去 孩子们不能把头伸出窗外 这样太危险了 我们怎么回事啊 这 你 在车里也不能安静一会儿吗 这样是会受伤的 知道吗 已经受伤了 我也是 孩子们都会到自己的座位上好不好 我没办法专心开车 对不起 这个是什么 别动 这是神圣的跆拳道腰带 跆拳道 没错 系好腰带后 跆拳道 不敢打我 孩子们别闹了 斯库比 我们到了 差点过了 斯库比 凯文多奇 没事吧 请让一下好吗 是红弹啊 这战是跆拳道馆 凯文 你也要下车了 对了 我也是 等等我 都下车了是吗 那我准备要出发了 明天见 斯库比 等一下 哦 怎么了 凯文 啊 是斯库比 对不起 不知道夹住了你的腰带 你没受伤吧 哦 没事 别走 等我一下 当心啊 凯文 凯文 过马路的时候怎么能突然间冲过去呢 多危险啊 要注意了 对不起 我没有看见已经有车开过来了 你呀你 安全准则你都忘了 孩子们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吧 好 下车时 要先看看有没有自行车或是摩托车史来 一定要两边都看再下车 下车后 别从刚下的汽车前面过马路 因为汽车挡住了其他车的视线 愤如意出事 还有 上下车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服饰 衣服下摆太长 背包带过长 还有像凯文一样腰带过长的话 不小心被车门夹到会很危险 另外 等车的时候不要站在车道上 一定要站在人行道上 在车里打闹或者是把头伸出窗外 都很危险 一定要在座位上坐好并且系好安全带 啊 斯库比 对不起 我保证再也不在车里打闹了 真是好孩子 我也应该更注意安全问题的 对了 斯库比 这是给你的礼物 我的礼物 给我按翅膀干嘛 我是公车 不是飞机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电气短路很危险 呃 开 Birthday Cleveland persistent 怎么了 斯库比 哪里不舒服吗 呃 没有 我没事 呃 我要先下车 说什么呢 我先吓好吗 我先啦 你们别吵了 斯库比因为你们更不舒服了呢 什么 什么斯库比 是不是很不舒服 我没事的孩子们 不用太担心我 那我先走了 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 你们啊 斯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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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库比我们不放心 你过来看看 是吗 斯库比 早上是我不好 对不起 还有我 对不起 没想到你病得这么厉害 不怪你们的孩子们 只是感冒而已 休息一下就好了 谢谢你们能来看我 斯库比 我们早就想到了 所以可是有备而来哦 一切交给我们吧 斯库比 大家负责照顾斯库比 直到他完全恢复健康 没问题 斯库比 麻烦你抬一下脚 斯库比 垃圾要丢在哪里呢 那个 请放到门外就好了 好痒啊 到处都是灰尘 要清洗澡啊 斯库比 孩子们 差不多就行了 好凉哦 怎么样 斯库比 很舒服吧 好开心啊 今天全部放心 交给我们吧 好 好暖和呀 孩子们 谢谢你们 不客气一点小吃而已 快点好起来吧 斯库比 感觉肚子有点饿啊 我也是 我就知道会这样 所以早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我们的临时派对吧 翔妮超棒 壮蛋啊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小妮 你是不是又放屁了 我才没有放屁呢 什么味道 起火了 门打不开了 斯库比快醒醒 出大事了 妈呀 怎么起火了 门打不开了 斯库比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孩子们 大家快上车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服好了 知道了 怎么回事 斯库比加怎么冒烟了 有危险 快带着孩子们 躲到安全的地方吧 好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为朋友着想是好事 但使用电器时 一定要小心 插线板上 一次请不要插太多的插头 因为同时有太多的电流进来 容易导致插线板过热 从而引发火灾 插头插得太松 也会有危险 当插座里有火花溅出时 很容易引发事故 造成危险 当电线铺设在门缝或家具下面时 要防止电线外包的胶皮破损 还不要把水溅到插座上 因为这样容易造成电线短路 从而引发火灾 大家都记住了吗 哦 谢谢你 罗姨 对不起 司库比 本来是想照顾你的 没关系 孩子们 我现在完全好了 多亏你们 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 真的吗 确实太好了 看来司库比把感冒传染给了兄弟 是吗 那么接下来该照顾兄弟了 兄弟 让我们来照顾你吧 不用了 我没事的 真的没事 别跑啊 兄弟